发现其实他们前辈们是非常的 可以给予你很多的帮助 只要你愿意去学习 愿意去听他们的教导 所以我是特别的 特别珍惜每次这样的机会 因为能够去 有人去教我 能够向别人去学习 你自己有没有在做一些课呢 比如说表演啊台词啊这些课 我自己都会练习 这是一个作为 我觉得作为一个演员来说 这是肯定是基本的要充实自己 就是包括看书啊看电影 粉丝也说你很喜欢看书 你其实喜欢看哪些类型的书 挺多的 有一段时间特别喜欢看 就是自我的一些 自我修养的一些那种书 然后有一段时间喜欢看小说 其实都挺多的 大部分就是好看的书 我都会去看一看 在老炮当中 你要跟李一峰合作 你们都被认为 现在是特别火的小鲜肉 你在剧中和他的对手戏过吗 对手戏还是有一些 但是并不是算是特别多吧 那你们鲜肉和鲜肉相遇 一般会聊些什么呢 上次其实因为我们 还没有在一起拍戏 然后只是在发布会见了一面 那其实当时因为第一次见面嘛 大家就是续寒问暖啊 然后也是一起合作 非常期待 所以觉得也希望能成为好朋友 因为刚好是上一次有个发布会 李一峰他在上面说 回应说跟你合作的事情 然后他是说你从国外回来 特别不容易 然后希望大家支持你 你对他这个话有什么回应要说吗 感谢他 对啊 感谢支持 然后我觉得 大家都是努力的艺人 那么他也非常努力 所以我觉得 就是做好自己的事情 对于现在阶段来说的 我也是就是 不管怎么样 就是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然后要勇敢 然后做了就不要后悔 那么剩下就是自己的努力 然后不要让身边支持你的人失望 然后给他们一个最好的自己吧 像你们这一批这个小鲜肉啊 经常会被人放在一起比较 放在一起说 你会介意吗 我觉得 其实并不会 其实还好 因为我觉得比较是在所难免的一件事情 因为 毕竟 这并不是我能控制的嘛 对 所以我觉得因为每个人也有自己不一样的特色 我觉得这都是看 就是大家的喜好 对 因为萝卜青菜各有所爱嘛 现在还会每天在网上搜索自己吗 你会吗 不会啊 你从来不会 不是从来不会 当然有时候会 当然会关注自己的事情啊 会看一下 但是其实我并不是会 经常的关注 但是但是粉丝的留言 我会去看一下 偶尔会去看他们的留言 然后有的时候就是 其实我更多的还是注重在自己的事情上面 因为现在要做的事情很多 去看剧本也好啊 然后做音乐也好 对 你看到不好的评论会不开心吗 会影响到你吗 嗯 其实并不会 并并并 就是因为我其实看的还是不会经常去那么长的去关注 很多时候其实是看就是支持我的朋友给我自己留言 然后很多时候我觉得就是做艺人就是这样的 因为难免会有各种的声音 我觉得这些都是有好有坏 但是都是很正常的事情 自己知道自己要做的什么事情 保持一个好的心态我觉得就够了 嗯 其实你从回国上现假一直都是处在风口浪尖上的人啊 尤其是刚回国的时候会有一些比较刺耳的声音 你有觉得特别难过过吗 我觉得人的每一段经历都是帮助你成长的 然后也是你需要经历过才能够成长的 所以我会感谢这每一段经历 然后我也会感谢所有的声音 包括任何人 所以我觉得呃就是还是那句话 你知道自己想要什么 然后你知道这是你喜欢的事情 这是对的事情 那就去做 然后不要不要害怕也不要后悔 嗯 去努力的做 呃那现在如果就是说比如说在演技上遇到一些问题 还会向老师请教吗 向实际的请教吗 呃还是会吧应该 嗯 但是我我自己还是比较呃习惯于自己去研究 去钻研 然后自己去让自己 因为毕竟自己真的学会懂了才能够演得好 所以当然如果是真的需要帮助的话 相信还是会去呃问他们 对寻求帮助 呃之前在跨年网会上你跟旁边也有很多互动 包括你在微博上跟邓超的互动 嗯也有很多人关注 你是想要借此展示自己喜剧性的一面吗 哈哈 我本来就就很喜欢喜剧 然后嗯 觉得 也没有借此展示啊 对因为超哥其实就是还很照顾我 然后那天也是就见面了